最近我被一部法国的高质量悬疑犯罪剧震撼到了 他无论是悬疑设定还是剧情反转都思思入扣引人入胜 一个位于法国身处的弹丸之地竟然发生了38起命案 全国的六倍之多各种死亡方式轮番上演 网友直呼想要活命必须远离这个小镇 而就在刚刚小镇又增加了一起新的命案 当地的一名护士被人连制武刀挂在了树上 眼睛被乌鸦蝉死殆尽凶手究竟是谁 小镇又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带着种种疑问我们走进今天的故事暗黑盲区 故事开始于法国的小镇弗里顿 警方找到了失踪的女护士桑德拉 她死相惨烈从地上的血迹来看 是被人硬生生拖到了这里 然后才挂在了树上 死亡时间呢就在昨晚的夜里 而我们的女警探肉身也在树上发现了一个神秘符号 看样子很像数学里的无穷大 简单解释一下就是无穷无尽的意思 但除此之外现场就再没有有用的线索 于是他们也只好先回到警局 整理现有的资料 看看能有啥帮助 死者桑德拉护士 没有男友没有爱好 只有一个智商欠佳的哥哥相依为命 可就在他们要去走访调查时 老警探赫曼却发现了一条重要信息 那就是五年前的一桩自杀案 当时他们救下了一个企图上吊自杀的男孩 温克勒 巧了女护士吊死的这棵树 正是温克勒自杀的那棵树 于是女警探肉身一行人 便立马来到了温克勒家 但温克勒却早已经在五年前 就成了无法动弹的植物人 然而令所有人都惊讶的是 温克勒的父亲说 死去的女人他们不仅认识 而且还是他们家刚雇佣了15天的护理员 但可就在肉身询问着老两口 为啥他们的儿子温克勒和护士桑德拉 被吊在了同一棵树上时 新来的检察官弗兰克 却惊奇的发现 打氧机上居然没有昨晚9点到凌晨1点的记录 而且每晚都是如此 好家伙 那么成温克勒能走路吗 但他的父母却说 这机器都是护理员管理的 他们不懂 而在之后呢 另一名警探弗莱迪 又发现了温克勒的手臂上 竟然闻着那个神秘符号 不过虽然这一家人都很可疑 但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肉身他们也只好先走访下一站 而来到的第二站 就是找到死者桑德拉的哥哥迪米 而迪米呢 在得知了妹妹被杀后 就开始一直嘟囔着 他强奸了他 他来报仇了之类的话 原来五年前 他和桑德拉 数家去了木材厂打工赚钱 但有一天晚上 他发现桑德拉在角落全锁着 事后呢 妹妹就向一位检察官报了案 迪米坚信 就是温克勒侵犯了妹妹 所以他才在五年前选择了自杀 因为他害怕了 但众人不解 如果当年温特勒侵犯了他妹妹 那为何查不到案底呢 还有就是 妹妹又为何会接受一个 侵犯过自己的人呢 况且现在的温克勒已经瘫痪 显然不可能跋山涉水的杀掉桑德拉 这里面一定还隐藏着某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于是肉身便直接去往了第三站 木材厂一探究竟 恰巧这里的工人正在举行罢工 因为木材厂是当地居民的唯一生活来源 而木材厂的所有人也是镇长的斯泰娜 要关闭木材厂寻求更好的发展 可当肉身向斯泰娜寻求帮助 想要查看当年是否有一起强奸案时 却被斯泰娜拒绝了 原因是因为肉身没有法官的许可 但不难看出 两人应该有着不凡的关系 因为肉身说的是 因为他的父亲才拿不到许可 于是公司分明的镇长 斯泰娜劝走了肉身 虽然没能得到想要的线索 但案子还是要查下去的 于是仅有五人的小镇警局便分头行动 肉身再次去了案发地的森林 而其余人呢 则又来到了温克勒家 寻找所有有用的相关线索 可就在肉身顺着神秘符号滴下来的红色液体 慢慢往下不断摸索着 找到了一个装满照片的铁盒石 实习警员卡密尔也发现了 温克勒的手还有脚上布满了泥土 但基于温克勒已经瘫痪了五年了 他不可能晚上起来跑步吧 不过警探弗莱迪却坚信 这一家人绝对隐藏了啥秘密 便准备深夜探访 而与此同时 肉身也再一次前往了森林 可却发现一个人正在跟踪自己 缓缓走来 难道肉身也要面临死亡境地了吗 不 这个跟踪而来的人是镇长斯泰娜 原来斯泰娜是怕肉身有危险才来的 而肉身呢 也是为了寻找斯泰娜失踪六个月的女儿 玛丽雍才前往了深山落林 好家伙越来越迷雾重重了 但不难看出 斯泰娜似乎并不愿意相信女儿会在深山之中 可肉身为何又会如此坚信呢 原来很多年前 一个女人被铁链困在了峭壁之中 而这个人呢 正是我们的女主肉身 她在命运一线时 用石头砸断了两根手指 才有幸逃离了那个恶魔之地 但她却始终不知道 自己是被谁抓去了哪里 而另一边的警探弗莱迪 也已经潜入到了温克勒的家中 却发现 躺在床上的人不见了 可等她转身来到后院儿时 看到了躺在地上的温克勒 原来她母亲一直不相信机器 认为只有自然的力量 才能让她儿子存活下来 甚至还抱有一线希望 能重获新生 显然老两口是为了儿子操碎的心 不过再排除了温克勒 是凶手后 隔天的肉身在反复 查看铁盒里的照片时 惊奇的发现 握了个去 照片上的桑德拉手腕上 同样纹有那个神秘符号 难道桑德拉和瘫痪的温克勒 曾是男女朋友关系吗 那当年 她又为何会报案说 被侵犯过呢 显然这里一定有人在说谎 于是肉身再次找到了镇长 镇长也因为肉身 苦苦帮自己寻找女儿下落而感动 便私自把桑德拉的档案 交给了肉身 基于档案中记录显示 当年的傻哥哥迪米 被人发现了四个阴君子 于是肉身被大胆猜测 妹妹桑德拉是为了保住哥哥迪米 才谎称了被温克勒侵犯的事 以此来吸引警方的注意力 为的就是掩盖哥哥犯下的错 也就是说 他在哥哥和爱人之间 做出了选择 但这一推断 并不能解释 他为何又被杀了 可就在这时 肉身突然想到了那个铁盒子 明显是最近才埋进图里的 妥了 真相应该就是 他想要说出藏在心里 五年之久的实情 放弃哥哥迪米 而迪米呢 便起了杀心 而等冲冲赶到迪米家的肉身 却发现 迪米已经服药自杀了 临死前 他也终于说出了真相 妹妹就是他所杀的 而杀人动机 也和肉身推断的如出一辙 那就是 他看到了妹妹最近 经常从温克勒家进出 便意识到了妹妹 还始终爱着温克勒 而且他还要 将当初的事 全都交代出去 因此傻哥哥 便认为妹妹 只是想甩掉自己 这个包袱 重获自由 就指黑暗盲区的第一集 全部结束 尽管肉身成功 找到了这起案子的真凶 但小镇 弗里敦上空的阴霾 却还远远没有结束 因为镇长的女儿 玛丽雍 还不知下落 当年女警探肉身 又是被谁所囚禁 而这个弹丸之地 又为何会有 如此高的犯罪率呢 如果你喜欢 将将熊解说的视频 还请多多点赞 收藏 分享 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本期点赞超过十万 我将会尽快更新 黑暗盲区的下一集 敬请期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